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这里都只有你。 请回顾订阅 李宗盛 我回来了 下次任务在后天 地点是立位明师半天车程的林氏 中间恰好有一天时间休息 我想见你就开车过来了 明天晚上再赶回去 不耽误出任务 那可不行 你不会忘了明天是我们去后佑乐园 帮王子兑现诺言的日子吧 你还记得 我们小时候偷偷看过的一部叫 王子之歌的动画电影吗 对对 就是这部电影 我记得你当时因为王子的死很难过 我在我怀里哭了很久 当然有了 你嚷着 王子是大骗子 明明承诺过跟公主永远在一起 最后就 你发 你发 其实我刚刚在手机上刷到一条推送 这条推送说 王子之歌要跟后悠乐园联动 推出一款同名的电子游戏 玩家可以在游戏中扮演公主和王子 达成与电影悲剧结尾不同的完美结局 我们要不要去试试 就当是完成小时候的心愿 让王子兑现对公主的承诺 对啊 所以陪我一起去 好不好 诶 别考虑了 听说达成完美结局 还有彩蛋和神秘礼物呢 你就不心动吗 我来做攻略 保证让你满意 你是不是想说 游戏推迟几天再去玩也没关系 但这次不行 前几天我收到原方的短信 说因不可抗力 这个联动游戏再过两天就结束了 如果不去的话 可能短时间内都玩不到了 所以我才 什么条件 你尽管提 这 方便吗 正好我一路开车回来 浑身脏兮兮的 先去洗个澡 哦 哦 早上好 六点啊 比平时还多睡了半个小时 我看你睡得那么香 就不忍心叫醒你哦 我先下去了 牙膏已经把你系好了 等你洗漱完一起吃澡菜 嗯 那是当然了 之前我也花了不少时间打磨攻略 什么项目好玩 什么项目刺激 什么项目排队的人少 我都一清二楚 王子之歌联动游戏体验区就在城堡的顶楼 我们先去那里吧 嗯 嗯 嗯 哦 我是不是可以做一点平时不太好意思做的事情 我亲爱的公主殿下 欢迎来到这个充满欢乐的地方 你愿意和我一起 穿越进一个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的童话世界里 改变十多年前王子和公主的命运 让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吗 现在 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神奇的地方吧 我的公主 我先去咨询一下工作人员 欢迎来到侯友乐园 两位是来玩王子之歌联动游戏的吗 稍等一下 我先加赛游戏 呃 那个 由于制作经费不足 游戏建模是稍微简陋了一些 简陋 和你们游戏的PV相比 这应该算得上欺诈了吧 呃 对不起 让你们有不好的体验 不过我保证啊 这个游戏非常好玩 它有一位非常有潜力的游戏设计师 独立设计 而且作者本身也是王子之歌的影迷 对电影的理解非常透彻 你们体验之后就明白了 你们也是这部电影的粉丝 到这里来 一定是想改变王子和公主的悲惨命运吧 今天就是这个游戏 在乐园最后一天驻场了 如果错过 可能再也玩不到了 抱歉 难得我们抽出时间来这里玩游戏 结果却是这样 还不如 嗯 怎 怎么了 嗯 可是 你说得对 不过我还是希望 可以完美实现你小时候的心愿 不让你的期待落空 你 我明白了 我一定会和你一起达成完美结局的 进入游戏之前 先做一个小调查 你们对王子之歌电影的剧情 还有印象吗 我记得这部电影讲述的是 王子与邻国的公主定有婚约 两人轻眉竹马 感情很深 嗯 对对 到这里就可以了 我们游戏开始 就是公主被困城堡 王子和女巫对战的剧情 电影中的王子 没有关键的勇者之剑 最后选择与女巫同归于尽 换取公主的自由 但其实 勇者之剑就在女巫那里 公主只要找到她 并及时交给王子 结局就可以改变 不过 这对玩家的要求很高 王子要在明显处于弱势的情况下 与女巫对战 而公主在找到勇者之剑后 必须避开女巫设下的陷阱 把剑送到王子那里 好 不过你要小心 别被陷阱 怎么了 受伤了吗 不要慌 长通怪怕火 点击你左边的火把 烧它 困往左边躲 你右前方出现了一只大蜘蛛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没关系 这点血量足够了 等会儿我会拖住女巫 你就从后面 用勇者之剑攻击她 当然了 要改变王子和公主的命运 必须两个人一起才行 你以前不是说 不想看王子孤身一人吗 不用担心 我会掩护你的 等时机成熟 我会说攻击 然后你就行动 相信你自己 一定可以的 就是现在 攻击 累不累 哦 好 因为这次不一样 我必须要赢吗 那是因为 这个游戏对你有不一样的意义 我当然会在意一点 只是没料到成品竟然会是这样 我之前还以为会是VR呢 我应该提前确认清楚 没想到后来任务来得那么急 我 我感觉好像被你安慰到了 呃 那个 嘿 恭喜你们 达成完美结局 这是后友来园为达成HE结局玩家准备的礼物 按照游戏 按照游戏达成HE结局后设定的仪式 两位要为对方带上徽章哦 来 我帮你带上 没有拿错 你应该带这个 你把王子徽章带在身上 这样无论我们身在何处 就都是在一起的 好 嗯 不是 我 我是担心徽章上的针会不小心弄疼你 哎 那我试试 先别动 快好了 嘿 很适合你 现在赶紧帮我带了 这下所有人都会知道我们是属于彼此的了 嗯 嗯 我们先离开城堡 先等一下 我看完攻略 嗯 现在是中午十一点 有了 我们先去餐厅吃特别提供的限定午餐 休息一下 然后呢 再去看花车巡游 然后是过山车 海盗船 县林花园 没关系的 我只是把你可能会喜欢的都调查了一遍 我们可以挑着玩 怎么会 我们下一次再来玩剩下的那些项目 不就不会可惜了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行动吧 从餐厅开始 你现在尝一尝坐一会儿 我去买吃的 我去买吃的 嗯 怎么了 嗯 时间过得好快 我们好像还没来得及好好聊会儿天 好 我们去 我说 这边太吵了 我们去安静的地方 好不好 会不会有点挤啊 刚刚你想问我什么事 哎 没有 我就是单纯想完成你小时候的心愿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 对我来说只有两样东西 会让我觉得人生有意义 一是我的工作 另一个就是你的笑容 为工作我从未退缩过 只要有任务 我一定会尽我所能去完成 但对于你 我总觉得做得不够 不够 在我的计划里 我们还要一起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甚至如果可以 我希望能够实现你从小到大所有的心愿 但是我的工作很特殊 不能经常陪在你身边 所以我想珍惜 每次可以实现你愿望的机会 也不全是 我只是希望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 尽可能地陪在你身边 就像其他普通的恋人那样 无论过去 现在还是未来 这里 都只有你 你 你 是 什么 我 闭上眼睛 我 都已经拒绝了 你 有 不 什么 什么 不 不 我 在中央 把拼绝起来 夏夜 是我 杨孝 我已经在来游乐园的路上了 大概还有半小时 等会儿就在门口见 按照指示 我直接跟你一起去临时 喂 夏夜 你在听吗 我知道了 夏夜 你的声音有点怪 怎么了 没什么 那杨哥等会儿见 我还有点事先挂了 好 我加完油就来 你 你先说 我的心愿 我 想和你一起做旋转木马 来得及 我带你走近路 发什么呆呢 想好做哪一批了吗 好 我帮你上去 那都是不成熟的小男生想法 现在我已经不这么想了 你别用这种怀疑的目光看我呀 我承认 以前确实觉得男生去游乐园 做旋转木马会被嘲笑 之前有一次执行任务 我保护的目标中有一对六十多岁的夫妻 他们在情人节那天提出要去游乐园 但到达目的地后 两人只坐了一圈旋转木马就结束了行程 因为老爷爷年轻时答应过老奶奶 每年情人节都带她去坐一次旋转木马 通过这件事 我好像突然明白了旋转木马存在的含义 伴随着音乐启动的旋转木马 载着相爱的人一同前行 只有抵达终点时才会停下 就好像在冥冥中 祝福木马上的两个人能够永远相伴 而这也是我想与你共同实现的心愿 我答应你 无论未来有多少艰难险阻 我都会拼尽全力 与你一同走向属于我们的终点 哦 你也 嗯 我记得 所以你就没邀请我 你当时一定很失望吧 好啊 这次任务结束后 我大概可以休息一段时间 你可以趁这几天 想想以前有什么心愿没有完成 等我回来帮你实现 没关系 那你 我走了 待会儿到家后 给我打电话 我爱你 没听清的话 等我回来再说给你听 喂 你到家了吗 嗯 大概还有三个小时才能到 你等会儿早点休息吧 哦 还有 我明天一整天都会很忙 可能没办法跟你打电话了 但我忙完后会马上联系你 不用太担心 那 就这样 我先挂了 嗯 还有什么事吗 哎 你说什么 刚刚杨哥刹车了 我没听清 那等我回来 你要一直对我说这句话 直到我耳朵起剪子 好 我会说到你把这句话 刻在心里为止 时间不早了 你先休息吧 晚安 晚上好 准备休息了吗 哦 我刚完成任务回到酒店 先跟你报个平安 哎 你身上穿的衣服有点眼熟啊 好像是 我上次回来留下的那件外套 啊 不是 你当然可以穿 我只是觉得你穿我的衣服 还挺好看的 等我回来 等我回来 也可以穿给我看吗 什么 仅限今天 嗯 我明白了 那我现在就回来 我没开玩笑 任务已经结束了 而且我本来也打算 连夜回卫民室的 你稍等一下 我查查高铁的时刻表 好像半小时后 就有一半去卫民室 两个小时就能到 不过现在已经很晚了 嗯 算算时间 到你家都要凌晨了吧 会影响你休息的 我还是明天一早再去吧 嗯 无论多晚你都会等我 好 那我准备一下 马上出发 哎 你要是困了就先咪一会儿啊 我带来叫你 等会儿见